你知道 你現在最強的專業是什麼 最強的專業就是做民調 你做一份民調大概多少錢 這做費的民調要一百萬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這一總統大選民調 我總共做了一百一十幾 一百一十幾 他做幾次 十 十次 他的錢比我誇的錢還要多 什麼 幾譜嘛 我再重複一下 我做了一百一十次的民調 價錢還沒有他多 他一千四百多萬 一千四百多萬 我們還不到 我們沒有到 我們遠低於這個價錢 還遠低 我不要再談了 因為再講出來就沒有意思 這個就是純粹騙子灌水 就那麼簡單 這個錢去哪裡 難怪他這麼相信求證民調 那麼相信趨勢民調 有人講 那上面還加上什麼 心理安慰費用了 那個不管什麼安慰費用 但這個在全台灣 甚至於全世界的民調公司來看的話 都超過行情了 這個超過行情 包括剛剛提到的所有這些事情 都灌水 對 那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可是柯文哲不是講嗎 他最在乎的是財政紀律 一個這麼重視財政紀律的人 怎麼可以找一些名不見金磚的小公司 然後你不是灌水幾% 你是灌水幾倍 對 那好問題 柯文哲知不知道被灌水 他當然知道 對 如果柯文哲當然知道 那這個事情 那這個換言之講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商業行為 這是簡單的 這是一個一條龍的一個供應鏈 這一定是先灌水 然後洗錢出來 對 所以今天北檢講了一句重要的話 北檢我看到一句話 他懷疑這個金費有最後 有流霧磕營的人士當中 所以要回去倒茶金流 你說中保私囊 所以這個倒茶金流回頭的結果 我相信通通會浮上檯面 但是有些人就借這個機會 趁機黑吃黑嘛 所以昨天柯文哲講一句話 你知道嗎 他四人不明嘛 然後把兩個人送到中評會嘛 對 那這兩個人送到中評會 我聽到 把李文中 黃珊珊 兩個人送進中評會 送進中評會 然後我聽到民眾黨朋友告訴我說 因為他們在柯P 在查賬的過程 就他的查賬嘛 查賬的過程當中 發覺這兩個人有涉及到的財 有柯文哲不知道的財務關係 那這個很複雜的嘛 就換言之講這個有背叛之嫌 這裡面就三大塊嘛 一個就是老闆要賺的嘛 一個是幹部借機在裡面賺 所以真的是妙小妖風大 十欠王八多 大小一起幹 他們難怪選舉會選輸嘛 他選舉大部分時間在幹什麼 在搞這個玩意嘛 大家在搞工程 搞灌水 搞分錢嘛 就變成一個民眾黨 變成分贓黨嘛 對不對 然後再講一個字裡面 我非常憤怒 你知道這個憤怒嗎 為什麼憤怒 因為這個出席的時候 柯文哲親自跑來找我一個朋友 然後哭窮 很可憐 可憐兮兮的 然後他的台坡辦公室很破爛 就是不像總統都是去辦公室這樣 好 因為這個理由 還特別請我朋友去看他 去看他辦公室 看完之後 真的很破爛 看得很破爛 可是他那個破爛的 破爛的還花了一千多萬 我告訴你結果怎麼樣 你知道嗎 老人家看完之後同情他 我跟老人家沒有在做生意的 立馬給他一千萬現金 真假的 對 然後這個人就不見了 就從此沒有跟人家聯絡了 各位就是這種人 一千萬現金 所以他們家庭都不要罵我 我今天在這邊講 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 現金拿走 有沒有出來 帳上有沒有 沒有吧 當然沒有啊 公開談啊 生日現金法耶 我不管他 我要跟你講這事情 我覺得火大爆料可不可以 火大爆料 所以董事長 難怪說說檢調單位現在動作這麼快 檢調單位也要跟這些公司賽跑 不然的話我只要慢慢拍 這些公司一收掉 我真的就查不到了嗎 不會啦 這個沒有問題啦 所以我們現在 我現在檢調單位 昨天台北市市調處已經找到了 聽說戴小姐聯絡上 大概約談要碰面 她一定是 我相信那個 所以戴力林小姐已經公開講 請大家不要再來談她是商友 男友友 她不承認這個事情 她馬上就麻煩了 她要去台北市市調處報到 因為報到的結果會什麼結果 不一定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這個公司 一千萬包的一百萬的東西 所以賺了八九百萬 差價八九百萬 就是掏空洗錢 那這個老闆是誰我當然知道 就是戴基權 戴基權跟我是好朋友 我認識他很多年 我告訴你一個簡單的事情 柯文哲絕對不會照顧戴基權 戴基權是柯文哲封殺的人物 已經出局了 那為什麼戴基權能夠拿到這個聲音 為什麼 因為中間有關鍵人嘛 中間人是關鍵 這中間人是誰是關鍵人 就剛剛我們議員提到 昨天他們在記者會的時候 談到這個這一筆一千萬的時候 對 時間的時候 方珍珍就叫找誰去回答問題啊 找哪一個啊 找我們陳志涵 小姐回答 他裡面每一個案子都有類神通外鬼 他每一個工程發包 每一個物件的處理 他都有類神通外鬼 那類神通外鬼的時候 那柯文哲呢 他知不知道他知道 因為他賺大的嘛 可是他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那裡面有兩股主要勢力 就是陳志涵 每天連著柯文哲 他們也搞一點 他們夫妻兩個搞一點 所以一個月薪水都很高了 然後黃珊珊也搞一點 所以黃珊珊就有這個什麼 你要食樂 我問你很簡單嘛 你相信一個公司你要食樂 你開家 你開兩家公司 莫名其妙被人家登記成這個 在總統大選裡面 你... 錢沒拿到 錢一毛沒拿到 名字寫在裡面變逃漏稅 你被逃漏稅啊 對不對 你這莫名其妙 你的900多萬 然後你不繳稅 如果這種事情發生 誰敢這樣搞你啊 這一定是自己人嘛 一定是自己人嘛 你說不是一家人 不害自己人 他們一定很鐵的關係嘛 那這個東西就是 然後呢 你說這個 木可公司是誰的地盤 木可公司就是李文中的地盤嘛 那李文中看起來是 他現在賺了4千萬嘛 幫他賺4千萬 李英把這4千萬 應該要給柯文哲上繳的 對 現在因為現在東窗事發 他把他被人 現在風聲鶴唳 捐出來了 他要捐成公益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小偷被逮了 然後說我這個錢 我沒有 不是偷了 我捐成公益 然後這種小偷嘛 所以李文 李文娟跟李文中 都是這個 柯文哲的白手套 都是專做小偷 偷他裡面 競選總部跟黨部的錢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分析層 有三塊勢力 在裡面一起A嘛 對不對 那所以柯文哲也知道啊 可是我也要一半 所以李文中代表他 那李文中昨天被 移送中平會 中平會 要議除嘛 對 議除要等於開除他黨籍 李文中開除黨籍 有個屁用 他根本不怕 他從中國大陸回來的 他拿錢就走人了嘛 李文中現在麻煩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哪裡 李文中如果跟調查局 跟承認說這個4千萬 是柯文哲交代我做的 柯文哲完了 他就被柯文哲手死 對 叫他的白手套 去A民眾黨的錢 可是他不是好朋友 不會把他扛下來嗎 他扛下來要做5年老 你要不要做 假的 我跟你講 兩個法 可是我都要把錢捐了 我現在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我現在這筆錢要捐給社會 那個是你現在的行為 可是你中間的犯罪的那一段 跟你捐錢這段無關 他犯罪哪一段你知道嗎 他從成立一個公司 把民眾黨的錢A進來 然後另外一個 把你進種的錢A進來 這兩個A錢的動作叫做什麼 叫做背信 可是那背信也是柯文哲背信 所以 黃亦敢玩給我的 所以啊 黃亦敢 可是柯文哲是民眾黨黨主席 這是公共利益 這是公家的錢 你把公家的錢 放到你的私人的口袋 這是剛剛這個 這個慧珍剛剛講的 有很多人這樣子幹啊 那很多人這樣幹 問題是這個事情 不是你的錢啊 是小草的錢 所以這個都要背信 背信同時還有商業會計法 兩個案成立 我跟你講最少 我跟你講這個求情很重 大概五年左右 你認為李文中會去幫柯文哲 不會嗎 當然不會 所以他只要一件事情 所以李文中為什麼 昨天叫他去 你說李文中有個大麻煩 第一個 你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長 第二個 你要是競選總部的 這個所謂的財務長 如果你不是財務長 你把這個錢 轉給了木可公司 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財務長 又把這個錢 用授權費 轉給了木可公司 你就是 兩個事情就成立了 所以我剛剛講的 商業會計法 跟背信跟侵占 偽造文書 通通成立 這五年是他的 都三年以下徒刑 但都會判到滿 我又會判到滿 那判到滿 他只有一個方法 他在第一時間 就跑去跟調查局講說 不是我台 兇手不是我 人不是我台 人不是我台 還是柯文哲幹的 他第一時間 為什麼昨天檢察長 那麼緊張 昨天下命令就辦 然後昨天就要約 這個戴小姐 陳佩奇 你說他們早跟 早跟我們 早跟我們瑞德雄請教 當總顧問 給個五百萬的話 我跟你講保證這個 兩百萬就可以了 兩百萬 柯媽媽你看你兒子 我現在講的問題就是說 他這一套東西 他老婆進去了 他高中同學進去了 他本人進去了 然後他兒子在日本讀書 也變成被告 就是柯文哲 IQ157 創了中華民國歷史的這個新高 然後他還有一種錢 大家還沒找到的 還有什麼錢 因為有一堆人 就我講像我朋友給他是 現金一千萬帶回家 那我請問你 所以他老婆講一句話 我們家的錢是我管的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 拿了黑袋子進來 然後空手出去 當然沒有啊 因為那個人是他老公 他老公拿袋子進來 為什麼要拿黑袋出去 他就回家睡覺了 然後另外 現在因為已經風聲鶴唳 我相信他錢都藏好了 他錢本來藏他家的 現在不敢藏他家了 錢應該藏在外面的地方 誰都不相信啊 所以這個事情就檢調 要去調查一下 我聽說柯文哲對高科技很內行 所以他對比特幣很懂 比特幣也是個方向 請台北資料處好好去查一下 柯文哲跟比特幣的關係 現在看到這樣的狀況 我只想到四個字 準備瓮中作憋了 這裡面有個關鍵 我幫玉峰補充一下 因為彭震生昨天離開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沒有任何處分就離開了 限制住居 限制出海 限制出海 限制出境 但是這裡面他的身分是什麼 剛剛講的被告 組織被告 那怎麼可以離開呢 對不對 表示什麼律師你知道嗎 表示他已經認罪了 如果他認罪的話 這事情就大囉 因為你同案被告 有一個認罪的話 你其他的對不對 沒有人不喜歡台 沒有用 我已經認罪了 那我們兩個被告 你也有 他也有 就是你一個人抗拒 抗拒被人說什麼 從前 犯後 犯後態度惡劣 我跟你講 收押 這麼簡單 下面一個 當然就是柯文哲 那現在北檢 處理柯文哲只有一個目標 非常簡單 壓力來自於 來自於桃園嘛 政治文化 現在什麼規格 收押了嘛 如果北檢不能把柯文哲 收押起來的話 賴清德崩盤啊 開玩笑啊 所以現在不是要不要約談他的問題 現在不是要不要查他的問題 現在是要證據鞏固到 一定要收押禁件 如果沒有收押禁件 北檢就輸淘檢了 對啊 北檢就完蛋了嘛 北檢表示你辦案辦不開嘛 你沒辦法把案子辦好嘛 你弄了一大堆花樣都沒有用 他的目的就是要壓他嘛 他知道不會承認啊 他已經擺明了跟你對抗 講了一大堆啊 你看他不是公開講 查了半天查了幾個月 查什麼東西沒有 什麼都沒查出來 他說囂張啊 他就這個態度嘛 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 你是北檢檢察長怎麼辦 所以很簡單啊 我先跟你小菜一碟 昨天早上就跟你先搞一個 這個偽造文書案 先把你辦了 然後先把你開始偵查 這個開始準備要壓人了嘛 所以我判斷 所以這是套餐 而且今天的新聞出來的 都是講說不排除近日約談 對 那這句話 什麼叫做近日約談 近日約談 拜託一下 我吳子佳要一天到晚接傳票 你傳票你也夠時間 你夠十天二十天的時間準備吧 對不對 只不過近日約談 近日約談什麼意思啊 隨時抓地 到他家去踢門進去了吧 就是當場帶拘票 帶搜索票進去衝嘛 但是我們現在提醒北姐人一下 因為他七點半就起床 就跑出去活動 所以請你六點鐘 去扶小宮崎 董事長 昨天柯文哲剛剛講的 去接受了黃國昌直播 直播了以後你看他的表情 絕對沒想到 他都沒有看著鏡頭 然後你就看到 而且他的身子居然有沒有注意到 他比黃國昌矮一截 為什麼矮一截 他駝背了 整個人縮起來了 他現在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昨天不是在乎那個記者會 他在乎的就是 他的彭政生到北檢 輕輕鬆衝出來 因為北檢輕鬆出來 表示今天彭政生已經 完全滿足北檢的需求 這才可怕 就是說我們目前媒體 談的公開資料以外 還有別的東西 彭政生昨天交出來了 這才可怕的 因為你知道彭政生 搞不好跟他開會 把他偷錄音了 這個東西都有可能嘛 對 你知道這個案情有大 有非常強烈的巨大的變化 所以他昨天做了什麼動作 他為了火大 他的心中之火 路火燃燒 他說世人不明 把兩個人移送中平會辦理 李文中就黃珊珊 我看其實只有一個人 就是黃珊珊 因為會怕中平會的人是誰 就黃珊珊怕嘛 不分區立委 不分區立委嘛 他昨天最火大 他不會去怪李文中嘛 所以他怪 他怨 他恨黃珊珊 所以世人不明 然後這個東西 就直接丟給周玉修 因為黨主席可以交辦 中平會辦理 所以那這個下面就是殺招囉 所以他選擇了這個 你看他選擇了這個 黃國昌的直播會 其實他心中想的是要殺誰 你知道嗎 樓子捧出來是黃珊珊嘛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事情多嚴重 那如果今天中平會下個禮拜開會 不過是說他下個禮拜他被收押 他就交代中平會 把他停權就好了嘛 一停權 就開不分區立委 沒了 馬上沒有立法委員 所以你知道他多厲害 他這個人心胸狹小 恨意的 那種不平衡 他對人吃癌必爆 他對恨的每一個人 他都咬牙切齒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夢中有沒有想到我了 有啊一定有的 但我告訴你啊 柯文哲我本來講 百分之五十算我的 現在我告訴你 百分之九十九算我的 反正抓起來就是我害你的 董哥 這個 柯媽媽又出來了 柯媽媽居然講 說我們的人 讓禮拜 我嚇死了 不能講他們這裡 講他們這裡會被雷公打 不 這個媽媽愛兒子 這個柯文哲是媽寶 大家都知道 天下父母親 這個可惡的就是說 柯文哲背叛了大家 他第一個對不起就是他媽媽 他媽媽現在出來講這種話 他不是他兒子做出他的壞事 我剛才說柯媽媽 我跟柯媽媽有好朋友 我剛才說柯媽媽 我說你們聽 你們聽就把朋友拿錢去買 那有一點的事情 這讓禮拜說是要打我 還是要打你 還是打你兒子 這問題 反過來講這個問題很簡單 我現在坐在這裡說 我公開你說 我會去跟柯 開玩笑 我跟柯媽媽重複一遍 柯文哲拿了我朋友一千萬現金 你說說 對不對 我重複這個事情 就我在這邊公開講 對不對 他用的事都在辦公室很破爛 所以請大家幫忙 幫忙拿一千萬去以後 結果我看帳上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我跟你說 說比較白的是 你們家給他做壞事 而且 現在柯媽媽還特別講了 他說賴欣德 現在大力的稱讚賴欣德 他說賴欣德是很老實的人 絕對沒有貪 他就幫他們家去求 求饒 拜託老人家 再跟老人家 一段關係就沒有了 這就是你們家給他做壞事 你們家給他貪污什麼的事 你們家又去北京再替我替 替他說他壞話 對 編路他說 你們家已經去北京再替我替我 現在要怎樣 現在要出事了 而且你說檢調已經進來了 那昨天 我跟你大家講 昨天台北市調處 已經約談戴立林小姐了 真的假的 不要的 老闆 昨天耶 昨天什麼時候決定要烹安調查 昨天上午 對 你問問我們這個 瑞德這方面的這種專家 法律專家 有沒有碰過那麼快的事情 昨天早上什麼會議 檢察長召開檢察會議 我第一次看到有這種會的 然後昨天下午就聽到 傍晚我不知道 大概昨天這個之後 台北市調處就約談 就聯絡戴立林小姐要約談了 你認為這個要拖很久嗎 不會 不用嘛 他這個很簡單嘛 他這個特性很簡單嘛 大咖大攤 小咖小攤嘛 他怎麼搞 我現在跟你講 他分兩個帳號在搞錢 一個帳號叫做民眾黨 中央黨部的這個 黨部的這個帳號 所有捐款大筆進來 100萬以上的 全部他收到民進黨 中央黨部變大筆 這是一個 好 現在錢很多 錢很多錢 然後第二個 他有一個叫做小額匯款的小草的錢 100萬以下的 叫做總統進辦專戶 他兩個專戶 所以木可公司的錢 拿去哪裡 兩個專戶進來給他的 所以目前為止 我們只有看到所謂的 進辦的專戶的錢 對不對 對 民進黨中央黨部的錢 這樣我們看到沒有 民眾黨沒有 沒有看到嘛 所以這個才是調查局跟 台北市北角去查的東西嘛